把SQL轉成Jetson 你好像差不了多少 第一個發現其實Grena出來一個總結 第一個你要先建一個字典 所以如果你要轉Jetson,關鍵就在字典 至於字典裡面要放什麼東西,你可以再決定 譬如字典裡面要放一個串列,你就在下面再加一個串列 然後再把這個資料放在串列裡面 所以基本上就這三方 所以假設你以後,實在是懶得再去想的話 反正你就把這個當範本 以後這個大概就萬用了 任何資料應該都可以很快的拿這一招 就可以把所有的格式通通轉成Jetson 都沒有問題,有沒有 最後的話就存檔 所以你會發現,歸納出來一個簡單的規則 所以以後的話,無論哪一種格式 要轉成Jetson就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那我有把今天包含就是CSV轉Jetson XML轉Jetson SQL轉Jetson,程式都寫出來了 OK,歸納出來大概是這樣 這第一個啦,所以今天的重點 所有東西都跟Jetson的關係 而且你會發現這個考試,滿喜歡考Jetson的 但也不意外啦,因為現在Jetson 實在是用在程式端用的非常普遍 如果你不會這東西的話 那很多地方就會是個問題啦 再來的話,第二個 今天大概就是先把第一類講 所以回去有時間的話 你自己再把我可能沒講到的一些細節再看一下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我們就要來看第二類了 OK,第二類一樣有五題喔 不過呢,它的前面的前三題的話 就是爬網頁資料 後兩...後面兩題的話 就是204、205的話 是爬Jetson 所以你看它204、205又是Jetson 所以呢,回去的話可以再試試看 也許你就是把前面的東西綜合一下 那可能比較難的就是說 如何去爬HTML 網頁的部分 所以呢,假如你對網頁的基礎沒有很深的話 我是建議你們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有關HTML相關的這個資料 那或者是說你可以先看一下 我放在網頁上面 0604的補充 0604的話 主要就是在講有關爬網路資料 比如說呢,怎麼去爬那個 就是HTML標籤 那相關安裝Beautiful Super 另外的話,這邊有兩個基礎啦 就是網站 你看,如果你對HTML比較沒有基礎同學 或許你可以先看一下 什麼叫HTML 那為什麼要需要知道HTML 主要原因是因為網頁 它背後的語言都是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這個東西的話 你要爬網頁的資料 一定會有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跟各位預告一下 下一次的話呢 原則上201、202、203 就是要爬網頁資料 所以回去的話 也許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OK 那... 也許...